歡迎收看 若拉是我 拉 我跟你講 12月到了 充滿儀式感的12月到了 知道12月要幹嘛嗎? 聖誕節 沒錯 12月除此之外 有了聖誕節 還要迎接著新年 還要跨年 而且呢 12月是一個非常忙碌的月份 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話呢 你會很辛苦 如果你有男朋友的話呢 你會更辛苦 但如果你是YouTuber的話 你會超辛苦 例如像現在 為什麼這麼冷的天氣 我要在這邊拍片呢? 看到這種 又在棚內的感覺 燈光美氣氛家的感覺 知道我今天要拍什麼系列嗎? 大道 你知不知道我這個頻道 起初最紅的一個系列是什麼? 換衣 沒錯 換衣系列又來了 今天呢 當然是我們的聖誕換衣系列 有沒有看到我們家的Coco 我非常的乖 剛才已經被我變妝了 今天的換衣系列呢 我厲害了 我請到了一個蝦兵 你知道這個嘉賓 跟我有一點 你可以給我一點反 你要說 蛤? 納豆 你這拍幻衣系列 你真的有準備好嗎? 我等一下是會直接脫光的那種 在你面前換 你可以嗎? OK啊 當然OK 你要先預約嚴格 你會長真人 今天這一個來賓 她叫做羅斯 也姓羅 她就是 魔鳥哥外面的 男生女 爸爸 這支影片送給你 你兩個女兒 一起換衣服給你看 她剛剛廢話不多說 現在要歡迎 長得差我一點點漂亮的 小姐姐 羅斯寶貝小姐 謝謝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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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啊 你覺得LINE就好 你還給我帶半手禮啊 妹妹啊 我跟你說 你真的不知道 這些都是我幫你精挑細選 早上先幫你掛好 但是這些呢 是你的團隊們 跟攝影師們的阿宅 選出來給你的一些 換衣套裝 那算了 這裡總共有八套 你要我換八套 沒錯 那不行啊 我們要來一個 羅拉小妹妹 B.S.羅斯小姐 我告訴你 你就不知道 鴕鳥哥真的是 私生女 你媽漂亮還有我媽漂亮 我最漂亮 我就問嘛 你媽漂亮還有我媽漂亮 我們是不同媽媽 我們是不同衣服 我們今天就是來PK一個 然後我們就自己隨便選 因為我其實也不知道 他們到底訂了什麼衣服 好 那我們等一下直接試穿就知道了 OK 好 所以我們選好了 這是我們的第一套 那羅斯 你就換吧 直接在鏡頭前面換嗎 對 你在這邊換 你在跟我開玩笑吧 換一些都是直接藍身的 這個尺度也太大了吧 你可以穿就是 或是Nubra 或是頂頭啊 欸這太刺激了吧 這樣子對粉絲鼓勵太好耶 好啦 那我問你 你的尺度到哪裡 吸一下一下好不好 這邊也好嗎 這邊也好 我們今天就是西夏換妝 可以嗎 好 第一套 第一套 這一套完全就是 非常的聖誕女房的感覺 對 可是其實我覺得蠻可愛的 可以接受嗎 可以 我覺得是好看 我這個我覺得其實也蠻適合我 因為我這個就是喜歡穿那種 設計感比較特別的衣服 對 而且很辣 亮潔 有胸 有腰 晚上好像可以跟男朋友 去COSE 對你可以這樣子 那到底覺得哪一件 你覺得男生的菜不一樣 對 我會選我那一套 我這套嗎 給他兩個字 好色 有些男生選那種氣質小姐 比較可愛一點的不行嗎 就是這個 人家說的可愛嗎 可愛一點 喵 這可以嗎 欸妹妹傻眼耶 大家就是擠下自己皮了 那我們就趕快換第二套 好 第二套 洪費很貴 洪費很貴我們第二套 好 這一個 沒有辦法跟你們入換衣的過程 你知道我們兩個在廁所裡面 在面濕吼 我們會 啊 我剛剛要趕腳趕捏捏捏 我一個要負責撥奶 對 然後一個要 一個要分成拉 分成拉 分成拉力 現在屁股成這樣一個 就是 不會 我跟你講 完全拉不下去 但這就是那種 韓國人穿那種 螞蟻腰的一個衣服欸 我 這到底是誰準備的衣服啊 我不是這 可能是緊到一個不行欸 還是我們太胖了 好玩就換黑色內褲 應該不用吧 不會拍在裡面 你就脫那個裡面了 對對對 這樣子欸 這個畫面可以用嗎 B 你知道換衣系列有一個 習俗嗎 傳統 怎樣啦 要這樣 丁字庫套頭 這套其實算是蠻讚討的 但是就是 唯獨它的尺寸有一點小 所以這套的話你給幾分 如果是1到10分你覺得給幾分 7吧 很高欸 但那我覺得像這個風格 跟剛剛那個風格一樣 那它的風格就是比較偏可愛 然後非常聖誕原作 對那非常聖誕 這個很適合就是聖誕節 男朋友要帶你去吃 或姐妹 約你去吃一個聖誕大餐 對沒錯 然後就穿著這樣 然後拎著一個包 就很漂亮 然後閃閃 然後吃完飯 還可以去小桌一下 拍一些 這種照片 拍那種很漂亮的那種 晚宴照啊 或是什麼 然後就 哈哈哈哈 講一下 那個擦那 對然後馬上一轉頭這樣 素了 This does go 欸剛剛那一套很慌慌 這套應該不會了吧 這套應該我覺得偏可愛 我覺得我這一套看起來 還是有質感 還不錯欸 而且你聽 小鹿鈴當生 這一套就叫做 男友迷路 我伴迷路 一手 Go 這是什麼啦 欸我覺得這團隊在搞我們欸 這我剛剛看起來 會很有質感 而且你的隊為什麼沒有幫助 他原本是綁肚子 但我發現他超級違和欸 你看一下這個肚子 超怪 這是什麼 跳胡拉拳 因為我還有腳頭是全配的 對啊 然後他臉只是一直肚子 真的很像欸 那個也很常 開手當貓叉對不對 對 然後然後這樣 哼哼 好啦這套誰 我發現你在搶 那我們來給納豆選一下 我們今天穿的這兩套是誰獲勝 當然是選擇右邊欸 我獲勝了 OK 這一套我可以吧 可愛的小朋友 而且聽他們說這一套 是所有衣服裡最會的 欸 對耶 那你是不是有點失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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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你的這個皮癖嗎 這個蠻性感的欸 真的 好啦 好啦我們準備囉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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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所以才會有人賣睡衣啊 情趣衣啊 因為它就是有點薄紗然後蕾絲那種感覺 蕾絲那種感覺 你這店其實也蠻性感的 我這店有性感嗎 我覺得有 就是只要是顯真材 而且我們其實都是熊 我們材質都一樣 這一套誰贏 這個 開場的一個啊 所以我們今天的獲勝者應該是 蘿拉 我覺得大家底下的有點好了 剛剛第三套真的太鬧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 因為我們今天很多衣服 都是他們去淘寶買的 然後我覺得我們現在就可以開箱的淘寶也 就剛剛那個路其實你拍起來很好看 很多東西都是衣服穿不出門 但棚內拍好看 但穿出門就不好看 就不能看 因為我們會後製 但其實就是很真實的在大家面前表現 直接換 衣服就長這樣 身材也不能修臉 當然也不能修得對 好啦 如果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然後呢記得追蹤我們的螺絲寶貝 謝謝 好 先回去找我爸了 好 再來一點按讚 鵝鳥哥應該也要寄我回家吧 一起啦 走一起回家 掰掰 掰掰 就可以跟比較 walnut 現在是否喜歡這塊 應該是這樣的 我不會講 我不會講 這塊帳 我應該會想請 已經是一種買的 我不會講 我應該會看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